上禮拜四的清晨 我们刚结束今年的IO开发者大会 公布了非常多新的功能和产品 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那我们趁IO落幕才一周 我们就是赶快来举办这次的 解密IO开发者大会 想要进一步让大家了解 这些新的科技 还有新的产品后面 台湾团队的努力和贡献 那我们这次非常难得 一次请到三位讲者 他们会从三个不同的方面 来分享台湾团队的贡献 分别是从开发者社群的关系 软体还有硬体 那今天的IO开发者大会的活动 我们第一个想要解密的题目 就是说Google IO是不是一个产品发表大会而已啊 但其实呢我们当然看到非常多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团队 研发出最新的应用科技还有装置 那当然很大很容易觉得说 目光就是放在这新的科技产品上面 但事实上IO或者是input output的缩写在2008年开开办的时候 本来是给开发者的参加的大会 主要是我们分享我们对Android开发者提供什么样创新的服务来丰富成的生态系 所以换句话说IO的主角本来应该就是开发者 所以呢我们首先就要邀请Eric上官凌杰来跟我们分享 他是负责Google的开发者关系的计划经理 那我们来欢迎Eric 谢谢利 还有现场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我是Eric上官凌杰 那目前在Google的这个developer relations开发者关系的团队 那负责目前负责在台湾还有香港以及南亚地区 包含了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的这个开发者 Google开发者生态系计划的落地 以及支援各地的这个开发者 不仅更加了解Google的开发技术 那同时我们也作为这个 收集第一线开发人员在使用这些技术上面的经验及心得 那回报给我们的产品单位做出更好的产品 那在Io大会上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两个部分的主题演讲 第一个部分是属于consumer 一般消费者的这个主题演讲 那在第二段呢 其实就是针对开发者的主题演讲 那开发者生态系在台湾来讲 其实是非常重要 虽然过去我们一直会认为说 台湾的人口不多 那在世界上面的排名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年 在世界各大的媒体 或者是像GitHub这样的平台 都做出了这个developer的一些人口调查 那在全球的这个视野上面呢 其实亚洲是仅次于美洲的这个 活跃开发者的数量 那在亚洲里面怎么样呢 其实台湾的这个开发者 开发者的人口数量呢 其实也是名列世界前十几名 这个就是所谓的活跃的开发者 那如果除以我们的这个人口 计算这个开发者跟人口的比例来讲 我们其实是排名世界前三名的 所以对于台湾来讲 Android的开发者 或者是其他的开发者 其实在整个开发生态系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IO有这样子的这个开发主题演讲 也是台湾的开发人员值得关注的事情 非常感谢Eric跟我们分享这个概况 那我们也是要说看起来是亚洲 或者是台湾在Android开发者 是重要的一个据点 那我相信就是说 Eric在协助台湾Android开发者的经验 里面应该有很多观察 我想要请教Eric就是说 在现在科技发展趋势 那这一次IO的发表的新的技术 里面有什么是对开发者帮助最大的呢 是的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主题演讲部分 其实Google展现了非常多 我们新的一些硬体 那除了当然在市面上 除了Google之外 也有非常多的厂商 在制作手机平板 甚至是穿戴式装置 到车用系统等等 所以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来讲 Developer的工作 其实是越来越复杂了 因为他要面对的这个环境跟装置 可能不再是一台电脑 或者是一部手机 他可能同一个应用程式 必须要面对非常多的装置 来进行开发 那在跨装置之外呢 其实也有不同的作业系统 有的作业系统适合桌面环境 有的适合行动装置 有的适合车用系统 所以这两个痛点呢 对现在的开发人员来讲 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因为他要学习非常多的技术 甚至了解更多的工具 那这一次的IO开发者主题演讲里面呢 针对这两个部分 Google也做出了承诺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技术 帮助developer在多装置的环境下 更有生产力 那甚至也改造了我们的开发工具 来让developer更有生产力 那我这边举几个在IO主题 开发者主题演讲里面 所提到的例子 第一个当然是跟Android相关的 我们看到了有这么多新的装置 手机平板甚至是手表 那对于developer来讲 他可能打造一个装置上面的UI 这个操作界面就已经很辛苦了 那他要怎么样来拓展到 更多的装置上面呢 那Android Team的回答 就是我们有推出新版的 JPEG Compost这样子的工具 帮助开发人员可以更快的 把他原本在手机上的界面 拓展到大尺寸的萤幕 包含了折叠式的萤幕 包含了平板的萤幕 甚至是Chromebook的萤幕 那还有支援了手表 手表上面的操作界面 那另外在Android的开发上面 我们也改造了Android Studio 开发工具的功能 让开发人员只要直接在 开发工具上面修改程式码 立即就能呈现这些UI 在不同的装置上面 所呈现的样貌 我们称作这个LiveEdit的功能 所以这两项承诺呢 是Android希望针对Developer 在多装置 以及这个跨平台开发上面的 这个生产力 那另一方面 我要提到的是 在全球行动社群都非常火热的 这个Flutter的工具 那Flutter的工具呢 这个已经历经了五个年头 从第一次在2018年 这个宣布这个第一个版本的Flutter 之后 陆陆续续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工具 帮助开发人员可以开发跨 系统平台的应用程式 那从一开始的Android IOS的这个跨平台支援 一直到今年的Io 我们宣布了第三个版本的Flutter 它已经可以正式的支援六个平台 包括了Android iOS Web Windows Linux 还有MacOS 在这些主流六个主流平台上面 开发人员可以用一套程式码 然后开发这六种不同平台的应用程式 那同时在这一次的主题演讲中 也推出了许多的功能 来向Developer展示 它的效能 是足以可以开发游戏 所以这个跨平台的开发 它在效能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这也是我们希望 透过Flutter 让开发人员可以更轻松的应付 多个平台的开发 好 再来一点 就是开发人员很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使用者或者是消费者 有很多的抱怨 或者是回报这个App的错误 那开发人员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这个在我电脑上是好的 所以我们为了要减少这样子 资讯不一致的情况呢 像Firebase里面提供的Crashlytics的功能呢 完美的整合了Flutter 还有Android的开发 让开发人员可以直接的收到来自 已经发布的这些应用程式 他们所收集到的一些log 帮助开发人员了解 到底你的App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遇到当机 那我们也把这些log整合到开发工具里头 让开发者可以更了解 到底使用者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藉此也帮助开发人员可以开发出更高品质的应用程式 感谢Eric 我想如果不是开发人员的话 这些开发技术和工具 的确听起来有点专业 不过不知道就说Eric 可不可以帮我们举几个例子 是透过这些工具的便利性 开发出来的应用程式 而是我们平常在就有在用的 是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这个Flutter 这个它最主要是可以帮助开发团队 开发跨平台的应用程式 那其实在台湾 国电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企业 用Flutter作为他们正式产品的开发 我们在社群上面 在很多公司揭露的讯息上面 可以看到 例如像是Line购物 或者是KKBOX 甚至还有一些金融业的 这个应用程式 他们都选了Flutter 作为他们主要的这个开发套件 那最主要的原因 通通都是因为Flutter 可以用一套程式码 开发多个平台的应用程式 所以对于开发团队来讲 它的人力整合运用 并且分享开发成果上面 更有效率 那Flutter也在积极的拓展 更多的平台 所以对于Developer来讲 它几乎不用花多的心力 就可以支援新的平台 然后接触到新的用户 更多的用户 那Flutter也一直在扩增 自己的这个丰富的 外挂生态系 PopDev 那帮助这些 应用程式的开发人员 可以更轻易的整合 第三方的 可能影音串流 可能广告 可能付费 等等的这些套件 所以这些的 完整的生态系 也是这些 这些企业 他们选用Flutter 来作为主流开发的原因 非常感谢Eric的 这个举例和分享 那我想请问说 除了这些资源技术平台 可以帮助台湾的生态 的开发者 打造出更多创新的功能服务以外 那你们的团队 是不是也有很多 协助台湾开发者的相关计划 能不能可以更进一步 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资讯 好的 对 这个全球的开发者 其实对Google来讲 都非常重要 因为Google的成功 很大的一部分 也建立在这些 使用Google技术的开发人员 成功之上 所以我们开发出来的 这些技术 当然很希望 能够听到所有第一线 开发人员的心声 所以我们有各种的 developer programs 来帮助我们 跟世界各地的developer 建立良好的关系 例如说我们有这个expert Google developer expert的program 那我们希望可以借由 肯定各地的这个 特定领域的专家 那除了透过Google 益助的资源 帮助他们做得更好 更发光发热之外 那同时也是对我们的 产品单位来讲 非常重要的这个消息 跟feedback来源 我们更加了解 这个产品在市场上 developer对它的反应 是怎么样 那目前台湾有14位的 这个expert 这个是已经受过 Google认证的expert 涵盖了非常多的技术 包含了Android Flutter Firebase Machine Learning Google Cloud 等等 那我们都希望 这些expert 除了协助Google 推广这些产品的使用之外 也能够协助Google 产品单位 改善这些的产品技术 那除了专家之外呢 我们也在世界各地鼓励 并且支援各地的开发者社群 可以有建立平台 让更多的developer来进行交流 所以我们在台湾有超过10个的 这个Google Developer Group社群 在各县市来接触更多的开发人员 认识Google技术 也让Google了解开发人员是怎么使用我们的技术 那也有Developer Student Club 在全台湾目前持续增加 目前已经有30几间的大专院校 有这样子的Google社群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帮助这些学生成功 除了这些program之外呢 我们也会针对各地developer的需求 还有这个生态系的需要 来提出各种产品的培训计划 那这次IO之后 我们也发现了这个Android Developer的学习需求 其实是非常强烈的 那在今天我们也正式宣布说 在台湾我们也推出了这个Android App 开发培训计划 那Developer可以透过参加这个计划 了解最新的Android开发技术 是怎么样来进行 那并且要用哪一些工具 才可以让自己的应用程式 有更好的品质 所以我们Google Developer Relations团队 这个持续的在各地生根 希望能够帮助开发人员 获得成功 或者是了解到最新的技术 谢谢 非常感谢Eric的分享 我想这也让我们知道说 在整个生态系里面 其实开发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透过我们提供最新的技术 他还可以不断的 这个社群可以提供 使用者更丰富的体验 这样子 那刚刚其实Eric有提到说 我们现在很多开发者 都必须要针对不同的装置 来开发应用程式 也表示说我们有更多 不同装置之间 要不同 就是互动 而且沟通这样子 那我想今年我在IO的开发者大会上面 我们其实公布说 我们希望以 Better Together的概念 让Android生态系 这个开发生态系的所有使用者 可以互相串点 那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就要 就是解一个题目是说 是不是在开放系生态系 开放式的生态系里面呢 这么多 串 装置要串联 是不是不像封闭生态系 那么便利 那我们要先请出 我们的下一位讲者 就是Google软体功能专案经理 张远珍 Chris来跟我们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李 各位媒体朋友早安 我是张远珍 Chris 主要负责快速配对 也就是FacePair的 功能开发的专案管理 那我们会配合着研发团队 来资源生态系统 合作伙伴的产品开发 并且协助完成 装置认证的程序 刚才听到这个问题呢 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我们很努力的让 不同伙伴制造的装置 都能够快速便利的连结 而不是说合作伙伴 打造了一系列的产品 但无法与跨品牌的装置 互相连结协作 接下来 我就来分享一下 我们发展FacePair的历程 事实上我们一直都是以提升使用者体验 为考虑的最优先项目 从一开始 我们根据使用者的需求 以及回馈 了解到蓝牙装置的配对 经常是使用者的困扰 首先我们从市场需求面来看 根据调研机构 CANALIS的数据显示 我们知道全球在2020年 穿戴式装置和TWS 也就是真无线蓝牙耳机 增长了32% 达到了4亿3700万台的数量 更预测到了2024年 有可能会超过7亿5000万台的市场规模 这样的市场成长相当惊人 然后我们也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 传统的蓝牙配对流程不够友善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之前如何完成蓝牙周边装置的配对 我们以蓝牙耳机为例 当蓝牙耳机进入配对模式之后 首先你要找到手机上蓝牙设定的入口 然后启动配对新装置 这时候你可能找到 许多在你附近的蓝牙设备 你还需要从这个设备列表中 找到你要配对的装置 点选后 你才能够顺利的完成配对 上述的流程 对一般的普罗大众使用者 要顺利的完成并不容易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从数据来看 根据耳机制造伙伴的 客户中心的资料来显示 过半的使用者 因为不清楚 如何配对来求助 此外 我们也根据内部用户的调查发现 完成配对到可以开始使用的过程 平均要花费 user三分钟的时间 因为看到了这样的痛点 所以我们推出了快速配对 配对FacePair的功能 来解决跨装置之间的串联难题 为日常生活 消费娱乐 办公等使用情境 提供更多的便利性 快速配对FacePair功能 从2017年推出 到现在 我们已经认证了250款以上的耳机 而且透过快速配对 FacePair完成的配对次数 从2018年初到今年4月 已经高达了上万次 上亿次 对不起 可恶 哇 就是光在耳机上面 FacePair就已经为大家提供这么多服务 然后可能省下也非常多的时间 不过我们想 有人也会觉得说 这个技术其实是针对Android的系统打造的 那如果说要串联这么多不一样的装置 就是有不同的厂商做的不一样的装置 还有不同耳机的规格 因为他们的硬体啊 软体技术也都不太一样 那是不是稳定度就不会像封闭式系统那样 因为他们可能是在同一的规格下面 提供一样的服务 好 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让使用者保持开放性 以及选择的多元性 这是我们推动BetterTogether的主要目标 我们特别希望基于Android的软体开放特性 让不同的装置跟品牌的使用者 都可以彼此紧密的而无缝的串联协作 我们的快速配对FacePair技术 就是以软体为开发基础 只要装置支援蓝牙规格4.2版以上 然后具备了BLE低功耗蓝牙连接技术 这已经是目前大多数蓝牙装置的标准配备 然后再符合快速配对FacePair的规格 蓝牙装置就能够享有这项功能服务 并且支援各式各样的硬体设备 然而封闭式系统一开始便在硬体设计上 会有所限制 影响能够支援的品牌及装置 没有办法像Android作业系统一样 以软体为基础 我们可以很快地把技术跟影响 拓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当中 至于品质把关的部分 我们会透过专业的认证机构 来做这个把关 非常感谢Chris 这也是呼应到我们 其实Better Together 我们有一个想法 背后的想法是说 Be Together But Not The Same 就是说我们透过我们新的技术 是把所有多元不同样的装置 连接在一起 不过听起来 因为这个装置这么多元 应该是开发这个软体的时候 是不是也面临很多技术上的挑战 没错 在背后的规格定义 技术研发 以及认证的推广 都是整个团队 投入了许多新力的成果 而这项功能能够成功的推出 背后的研发及测试 很多是来自于 台湾团队成员的大力协助 虽然团队的成员 一直在成长变动 目前除了几位在美国总部 主要的十几位 研发及测试成员 都在台湾 我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 快速配对FacePair 这项专案的团队合作历程 2017年我们推出了1.0版 这个技术专案开始启动开始发展 主要是希望能够协助使用者 更快速的连接其耳机及手机装置 2018年我们进入了到2.0版 这时台湾团队正式加入这项专案 我们进一步简化了配对的流程 主要是因为可以连接耳机的装置 越来越多 所以当耳机已经跟手机配对过后 对于使用相同账号的其他装置 例如平板 便不需要让耳机再次进入配对模式 装置会主动询问 是否要跟这个耳机进行配对连线 2019年我们推出了3.0版 在之前2.0版达到了装置无缝串联的目标后 与3.0版台湾团队加入了更多装置管理的功能 例如耳机及充电盒电量的显示 这对真蓝牙无线耳机很重要 耳机的个人化命名 还有耳机遗失查找响铃等相关装置管理功能 持续至今呢 我们持续针对装置串联之后的体验来进行改善 稍早在今年的CES上 我们展示了如何改善你的耳机体验 根据你的使用情境 我们让你可以在收听设备之间轻松的切换 尽请拭目以待 刚才提到台湾团队在蛮早的 蛮早期就已经加入了FacePair这个团队 也变成了主力 我在这边也要提台湾团队有三大优势 这也大幅的加速FacePair生态系统的一个发展 第一个是独特的产业链优势 很多的合作伙伴总部或是研发团队在亚洲 台湾有相对的产业链优势 让团队跟合作伙伴生态系 在不同的环节协作时 我们能够给予快速的资源 再者是台湾有优秀的软体人才 台湾有相当多优秀的软体人才 设计并开发高品质的软体功能 帮助使用者能够更快速的串接起不同的装置 提升使用体验 这也是我们希望招募更多的优秀人才 加入我们的团队 延续目前的动能 一起开发出更有影响力的功能 第三 Google拥有多元的团队 彼此能够紧密结合 例如FacePair团队 我们会与Google的蓝牙团队 进行产品的效能调教 以及新功能的协作 感谢Chris分享这么精彩的历程 提供更多的实用功能 比如说 第一个一键配对 让使用者不需要再透过繁琐的设定步骤 进行配对 然后可以享有直觉化的配对体验 比如说你就是耳机靠近你的手机 我们就会跳一个大大的UI 上面有你的产品 有你这个耳机的图样 所以你很清楚 你只要按了一个键 这个配对就能够完成 第二 同账号装置配对 当使用者想要跟相同账号的多个装置连结时 不需要让蓝牙设备进入配对模式 我们就可以直接跟其他同账号的装置进行配对 第三 耳机电视电量显示 其实刚刚一开始就提到 这个 真蓝牙无线耳机 其实它的市场是越来越广 所以当我们提供这样功能就是让这个无线耳机的这个用户 当开关这个充电盒的时候 或者是说在系统当中的设定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耳机及充电盒电量的显示 对 第四 寻找我的装置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APP 来查询装置最近一次的连线地点 如果疑失了 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个响银功能 来寻找遗失的这个装置 在装置顺利透过快速配对 FacePair的串接后 我们依据Better Together的目标 我们会针对用户情境 让串联的装置能够协作来提升整个用户的体验 例如刚刚有提到在年初的CES 我们会让耳机根据使用情境 接下来我们会让耳机根据使用情境 可以在连线的设备之间轻松地去做切换 随着大家对于物联网装置的使用更加普及 我们认为FacePair不仅可以用来串联起手机与蓝牙装置 未来更希望这项技术成为串联起所有物联网装置的重要桥梁 让使用者拥抱科技创新带来的便利性 所以除了以手机为主体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将平板、电视、Chrome OS 打造成中枢控制装置 帮助使用者达到多装置之间的传接控制 像是同样主要由台湾团队负责的Message Streaming的功能开发 也可以协助使用者透过Chromebook操作 并回复Pixel Phone的讯息等相关功能 因为许多Chromebook的制造商跟耳机一样 几乎都是在台湾附近的区域 所以我相信台湾的团队依然会延续之前的优势 继续为这个生态系的装置连结贡献更多 此外面对智慧家电的发展趋势 未来可以作为智慧家电中心 来控制其他家电产品 可以是说把我们带进了大物联网的时代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谢Chris 那我们真的很期待就拭目以待啦 希望Chris的团队就可以为我们 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全世界的使用者 都可以提供更多更便利的使用的功能 非常感谢 那当然这次IO我们讲了很多新的产品跟科技 包括说Android的更新啦 Google搜寻啦地图啊 入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服务 那我相信大家最好奇的还是我们一次一口气 推出了一整个硬体产品的家族 那特别是因为说台湾是Google在美国以外最大的硬体研发基地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抢先帮大家解密 以及像在7月底上市的Pixel 6a 还有这对那当然是上市我们会分享更多 但是我们知道说台湾团队是开发Pixel 6a的重要推手 所以我们想要在这里为大家解密的一个题目是说 那台湾团队如何用这个中阶机的硬体规格打造旗舰的功能 台湾团队是怎么做得到的 那这一题我们当然就非常开心 我们邀请到这个台湾Google手机硬体专案经理 刘兆阳 Joe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把交给Joe 谢谢李 嗨 大家好 我是Joe 我负责带领团队规划和管理Google的手机硬体开发流程 把沟通协调不同团队之间的需求 并掌握开发进度和全球各地的工程团队 一起打造出Pixel的手机产品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Google团队对于非常多代的Pixel 都参与非常深入的设计与开发 在Pixel 6a上也不例外 Pixel 6a台湾团队从最前端的产品设计开发 到最后端的生产营运 包含中间的硬体设计 可靠性测试 软体的性能调校与测试 我们都参与得非常深入 那所有Pixel 6a可以主打的重点功能 不管是相机 声音 效能 安全性 台式软体功能 所有所有的层面 其实都有台湾团队在幕后做出非常多的贡献 我想从Google硬体部门的愿景开始来聊 就是说我们的愿景其实是整合人工智慧 软体与硬体提供最实用的使用者体验 我们称为Pixel Experience 那在A系列我们称为Entry Premium Phone 入门豪华级手机 那整个系列的设计理念 其实就是以最经济实惠的价格 提供尽可能多的Google人工智慧 软体加硬体的Pixel Experience 给到尽可能多的使用者手上 那所以在Pixel 6a的开发 一开始我们就是围绕着Tensor SoC来做设计 大家可以把Tensor SoC想象成是一个 专门为了影像运算 自然语言处理 普及运算或是安全性设计的手机大脑 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大脑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实现 不管是相机 不管是即时翻译 不管是即时字幕 这些所有Google助理的功能 并且也比起之前的A系列 相当大的提高了效能跟电池续航力 我们对于Pixel 6a这一个产品本身的目标 当然是希望它能够够经济 够实惠 让使用者需要换手机的时候 面对市场上这一片的机海 不需要有太多的烦恼 你的电信商如果有提供Pixel 6a 买下去就对了 如果没有Google Store 也都全球开卖 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要做到这个目标 台湾团队就有很严峻的任务 我们必须要挑选出最重要的功能 必须要精准的估计效能 不是堆料堆得越高越好 必须要使用各种设计上的巧思 用不同的方式 也许是比较便宜的方式 去达到相同的目标 还有不断的对于效能 进行调教跟优化 非常感谢Joe 这13,990 大概我刚想了一下 大概就是说 如果每个月买台北Yoyo卡的 这个定期月票 我买一年差不多就这个价钱 而且我拿这个价钱 还可以有跟Pixel 6 Pro 一样的Tensor晶片 功能非常强大的 的确是非常实惠 那我想要再请Joe 分享一下 就说你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让Pixel 6a就是又清明 然后又很实用的 当然 只有台币E3,990的前提之下 那老实说我们 当然还是必须得做出一些让步 关键就是在让步在什么地方 还有因应这样的让步 做什么对应的调整 那其实规格上 大家都很直接列出来 可以看得到说 Pixel 6a只有6G的RAM 但其实跑分上 Pixel 6a跟6是完完全全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做了这样子的让步 但我们对应的调整可以做到差异非常微小 以RAM的例子来看 可能就只是说 你在background可以standby几个app 这样微小的差异而已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主相机用的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的荧幕用的不一样 但其实针对所有这些的不同 那我们当然都花了很多心思 尽可能可以提供被使用者最好的Pixel experience 那还有一个中间这边slide有写到说我们用了3D复合材质机背 那这个其实就是塑胶被盖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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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团队其实从Pixel 3a开始 就对于塑胶的技术着墨的非常深 我们其实非常擅长把塑胶做出好的雾面质感 或像这一代上是做出玻璃这样子的 不管是透明或反光程度上面的质感 那也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心思跟技术能力 去使用塑胶 让我们可以把预算花在其他的地方 提供给user更多的功能 整体来说 结合了Tensor CPU 结合了Google的独家功能 再加上台湾团队付出这么多的巧思与努力 我们有信心这只手机会很吸引人 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实惠 那也许我可以再分享一些实用相关的资讯 那到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被很多 收到很多讯息说 Pixel 6a用跟Pixel 6 6 Pro一样的Tensor 所以所有Google的核心体验 像是5G联网 像是Titan M2的安全架构 像是普及运算 都会跟旗舰一样 那这到底有点抽象 它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我想就用普及运算举个例子好了 MBM Computing普及运算是Google一个 目前专注发展的领域 这个领域的目标 听起来一开始有点抽象 是说把科技融入生活之中 同时大幅提高产品的实用性 那是怎么实用的一个方法呢 其实我们刚好在今年的Io刚刚做了一个非常棒的demo 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去找出来看看 它其实是在卖场面对一整排的巧克力火架 就是让镜头这样扫过去一次扫完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食用者喜欢有坚果还是没有坚果的巧克力 你喜欢比较苦还是比较甜的巧克力提供专属于母的Google推荐 那当然像这样的功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可以普及到所有的语言 才可以推送到全球所有的地区 但大家可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 我们所谓Google AI加Hardware加Software经验的情境 那使用我们Google自演晶片大脑的Pixel系列 那很高的几率当然就会最新最快最好的收到像这样子的功能 那不谈未来即使是今天现在我们就把Pixel 6 Pro上面的旗舰功能 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带到Pixel 6a上 大家所非常喜欢的不管是魔术橡皮擦 不管是夜市 不管是不需要联网的即时翻译 这些通常都有带到Pixel 6a上可以支援 那最后6a也会跟Google全系列一样 能够收到三年的系统更新跟五年的安全性更新 这些都没有问题 哇 感谢Joe分享后面这些故事 刚才Joe有提到说 台湾团队其实是不断透过调校 让这个Pixel 6a的硬底的条件可以发挥最大的效能 那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请Joe再多说一下 他就说台湾团队是做哪些努力 让这个手机可以发挥最大的功能 OK 人数变动很快就不谈具体数字 但其实我们的整个软体部门 像是系统软体或是性能调校 或者是各种的测试 其实团队很大的一半都可以在台湾 那这么大的团队也就以性能调校举例好了 他们为了压榨出Tensor最多的潜能 其实我们是针对进百项KPI 不断的测试跟优化 而且这样的努力不会因为上市而停止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永远有进步的空间 就以最近的Pixel 6 6 Pro为例好了 我们在1月才推出一个中大更新 主要是针对了指纹辨识 或者是5G联网的效能提升 那Pixel 6a在上市的第一时间 就会已经包含了我们在Pixel 6 跟6 Pro上面的经验跟调整 那后续的更新 当然是全系列一起通通都会收到 啊对了 那个Pixel 6a也会是第一批 收到Android T推送的装置集 好的我相信听完 大家都非常期待手上真的可以拿到Pixel 6a 不过既然是因为新的手机嘛 目前我们也只看到照片而已 但是就在这里我就要让就分享更多 就是说我们会很好奇在Pixel 6a设计上面 有哪些特色啊 有或哪些突破的进展 麻烦就帮我们多说一些 OK 其实除了刚刚提到的台湾软体团队以外 台湾的硬体团队对于Pixel 6a的设计 我们也不断的试着打磨很多细节 希望可以提供给使用者更多的价值 那第一个例子 我想就从永续环保开始好了 就像在不管是Google I.O 或是上一次Decode Google提到的 其实Google非常重视永续环保的理念 我们也希望可以提供给使用者或是消费者 一些可以符合环保这样理念的选择 所以像比如说以Pixel 6a为例 我们重量百分比的20%就是可回收材料 包含可回收的塑胶 可回收的金属 可回收的玻璃 那照片我们的手机其实是有一个铝框嘛 那个铝框其实就是有百分之百的回收铝制成的 那除此之外 其实整个Google我们也不断的长期投入在 对于环保有帮助的技术或者是材料上 比如说我们不断试着在提高回收塑胶的颜色准确度 或者是它的耐用度 那或者是我们不断的在想要提高水性期的生产良率 最后就刚刚有提到的 不管是系统更新或是安全性更新 其实也都有减少电子废弃物的考量在这边 那第二个我想可能可以谈一下安全可靠 这样虽然好像非常基本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所有人其实非常care的话题 我们就非常常被亲朋好友问说 这只手机到底可不可靠 会不会手滑还是从桌上掉下去 在剪起来那一瞬间心中都很忐忑 说荧幕有没有坏 那这样的心情其实我们非常可以理解 所以Pixel 6a从设计的最一开始 我们就非常重视可靠度 那我们实际提升可靠度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从设计最开始 就制作非常多各种不同的模型 然后搭配说参考前代Pixel的实际测试数据 那修改前代Pixel去做一些实际测试 或是搭配像电脑模拟这样的技术 那经过这么完整的设计跟完整的测试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团队可以很自豪的告诉大家 那Pixel 6a虽然采用比较轻薄的塑胶被盖 但是整机的可靠度上相比于Pixel 6或是Pixel 6 Pro 绝对是毫不逊色 那最后我知道大家敲碗防水很久了 那Pixel 6a会是A系列第一款在台湾上市的手机 通过IP67的认证 所以日常生活的抗水抗城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那我大概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感谢Joe 我觉得大家听到不管是说这个Pixel 6a多么精彩 或者说台湾团队在后面的努力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更期待 那我们就等待它7月上市 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资讯 那我非常感谢三位讲者今天带来精彩的讯息 那我们这次解密IO开发者大会的活动内容 差不多就到这里会告一个段落 那接下来我们会欢迎媒体朋友提问 就是也提醒媒体朋友说 如果你可以想要用文字讯息提问的话 或者是音讯提问的话 都可以麻烦帮我们提一下你的所属媒体 还有你自己的名字 那我们的讲者才可以方便 就是一一来回答 我这边看到Mesh其实有推很多 有一些推一些问题出来了 我就来先来帮Mesh解答 那Mesh他第一个问题是提到说 看到Colin的图示 他想要请问目前在台湾地区与开发者 已经开始推广使用Colin了吗 是否计划一次取代传统Java的开发模式 那我想这题可不可以麻烦Eric帮我们解答 好的 谢谢Lee 也谢谢Mesh的问题 那关于这个Colin的推广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Android团队 其实现在近几年在全球都在推广一个概念 叫做Modern Android Development 那就是利用现代化 还有这十几年来Android开发的成功经验 所累积出来 不管在用程式语言 或者是一些套件样板工具上面 我们官方团队所推荐的 这个所使用的技术 那Colin目前就是在这个 Modern Android Development的这个概念之下 我们所推荐在开发Android应用程式的时候 应该使用Colin的程式语言 那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呢 其实也是依照的这个Modern Android Development来设计 所以教学的内容其实也是以Colin为主 那至于其他的这个开发的方式呢 其实我们这个成熟的平台还是支援了既有所有的这个开发的技术 也包含了像我刚才提到使用Flutter 或是其他的工具来开发Android App都依然是可行的 好谢谢 谢谢Eric的回答 我希望那个 只有回答到Mesh的问题 那Mesh刚刚还有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是讲到我们的新的推出来的这个装饰之间 沟通的协定 他想询问说 Google目前在Matter的协议整合进度 在上次有提到 但还是想要知道整合的程度会开放完整连接互动功能 或是人会有使用上限制 那刚刚提到FastPair也会开放其他平台使用 是否也有助推动Matter连接生态 那我想这题可能要麻烦Chris来帮我们回答 好 那我们从Io的资讯我们可以知道说 FastPair其实会与Matter做一个紧密的一个整合 那当然主要就是希望透过FastPair 这个寻找周边装置的一个能力 那当这个找到了周边装置 就可以透过FastPair的UI导入到Matter那边相关后面的设置 所以这部分的整合 从Io相关的资讯来讲的话 我们预计会在今年的秋季会去推出这个功能 那原则上就是说透过FastPair与Matter的结合 那让整个设置 查找就是搜寻装置跟设置的部分可以变得更加便利 感谢Chris 希望最有提及 解答到右照的问题 那接下来 诶 上一哥说 他以为人家朋友是贝斯蛋糕 那是巧克力 我觉得我半夜看到我非常饿 所以我真的有吃巧克力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巧克力吧 好 接下来 我们下一个问题 是讲到 是Tony的问题 他说 6A有哪些体验是运用Tensor 目前Pro6没有的 这个可能要麻烦就回答 但我不太确定这个问题 意思是说 有哪些功能是Tensor发挥在6A上面 是这样吗 Tony的问题是不是 大概是这样 如果是的话 那是吗 我尽量来回答看看好了 好 我说Tensor就是大脑 那其实你看我们人做的所有动作 其实大脑通通都相关 那我们也一直讲说 这个大脑其实是为了影像处理 为了声音的处理 有过特别的设计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6A已经在台湾广场上看得到 功能通通都立在那边 那这些里面 不管是人脸清晰 这些魔术橡皮叉 夜市模式自然色调 这些其实都因为Tensor会表现得更好 那当然就是刚刚也提到说的 Offline还是可以有 即时语言翻译这些 通通也都有 都跟Tensor高度相关 那可是至于说会不会有6A有 那6跟6Pro不会有的体验 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 对啊 这不会是一个合理的设计 所以应该还蛮straightboard 好了解 谢谢Joe回答 不知道刚才Tony的 他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 不知道Joe有没有顺便 有touch到就是说 那应该是有嘛 就是这个手机扮演 就是Tensor扮演的智慧总书 对没错 感谢感谢Joe 那说时代预产 想要问说 台湾人才在Pixel 6的时候 占比大概是台湾的 整个团队三分之一 那6A的占比是否在提升 大概多少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先把他问题念完 他第二个问题是说6A在更便宜的价格中放进高级的功能 最大的挑战是在哪一块 是硬体还是软体 能否举例以向功能做出较大让步 却让手机保持优秀的表现 我想这个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团队 其实就我所知是有点难去估算 因为我们就是跨世界团队 那很少说是不是哪一个团队负责多少 比例是多少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麻烦Joe来跟我们分享 看他有什么更多 我觉得第一题就像刚刚立讲的 这个实在太难回答了 然后Google全球 Hiring的速度那么快 我们在几年之间 现在已经是一个10万人左右等级的公司吧 所以这个比例真的是大概没有人可以有数据给答案 或是给出那个答案马上就变得不准这样 但是可以跟大家确定的是台湾团队的设计比重真的量高 像我自己做一个硬体的专案经理嘛 其实我日常的沟通里面大概70%都在台湾发生吧 当然有的可能是往软体 可能有的可能是往营运这样子的单位沟通跟讨论 对 那希望至少提供一点点的答案 感谢 对啊第二题是说 最大的挑战是软体还是硬体 其实我觉得都有啦 那我们刚刚就举了很多的例子 那我觉得一个非常棒的例子当然就是说 哦你只有6G的RAM 这种跑分可以做到一样 这样是不是也算有回答的这个问题 好感谢Joe我相信有回答的啊 就是其实我们都是永远在做最大的突破这样 那Mesh还有一个问题是关关于这个也是关于硬体的 就是说台湾团队主导的4A 6A嘛 那是否会将相关设计经验与用户反馈统合在这下的7系列 预计2023年推出的品牌装置 哦我们很记得这个Rick在台上说的 是不是也有台湾团队参与的部分 我猜应该也是我 台湾团队其实我们不只做4A 6A啊 5A虽然没有在台湾卖也是我们嘛 那其实以Google来讲 不管开发团队在台湾还是美国 我们所有的手机 甚至其实超越手机的设计经验 我们都有互相分享互相讨论 试着考虑进后面的Generation当中 当然有些时候可能不像大家那么直观想到的就是说 这个产品有什么应该改进的空间 下一个马上就可以调整和修整 其实我们的产品开发周期也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这个有些时候不见得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及时 但我们已经会尽力的不断的把最好的经验提供给大家 那至于平板有没有台湾团队的参与或什么这个 也许将来我们会有一个另外的Decode Google 来聊相关的话题 今天可能就还没有办法Cover这一段 对我们也非常期待 明年更多的硬体产品推出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 那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媒体没有有什么问题 关于这三位专家分享的 除了说我们对开发者的贡献跟互动 还有我们对台湾开发生态系的 对这个辅导跟一起成长的过程 还有就是Chris在台湾的团队 主要主力在台湾的团队开发了这个FastPair的功能 让所有的装饰可以更好更快的连带起 还有Joe领导的硬体团队为Pixel 6a带来的贡献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呢 如果大家目前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告一段落 大概是在这里结束 那我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就是花时间来听我们分享台湾团队对这些产品 还有技术的贡献 然后也非常感谢三位Google的同事 Joe Chris还有Eric 来帮我们分享这些故事 希望大家还觉得有用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随时写信给我们 或是会后跟我们联络 我们都会经理回答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